其實我說幾句話 去年在頂年的傳記文學6月份 馬英祖大家承認說 他曾經在波士頓的時候 他擁有一個閉名叫做夜舞台 入武台 文武的武 台灣的台 他說一個入武台的名字就是他的閉名 這是他成年的傳記文學裡面 他頂年的6月裡面的成年 我們現在再來看197年5月的時候 波士頓通訊社有一篇就是夜舞台下的 他叫什麼 反對戒嚴 很嚴重你才對戒嚴好 戒嚴如果不去台灣怎麼說到這樣 而且包括我們要戒嚴進行 他也要反對戒嚴 所以台灣第一波的民主如果 戒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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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改毒戒嚴 戒嚴他還要反對 所以說台灣如果叫馬英雄說 第一波的民主他當時常務局 他救救6年 我們說總統要決算 他也反對 大法新聞 委員如果報到 當時要報道 包括其他報道拿出來看 他大家都反對 他現在說他沒有反對 說白炸話 這個白炸話就敢說 白炸蝦尼蝦尼蝦尼他大家說話 他就敢說他沒說 你看 拿出來 過去變成他 他也反對中共在選擇很清楚 所以要說這個 今天如果第一波的民主是這個時候 他什麼時候參與過 他什麼時候參與過 所以說到這個時候 大家再想一下 人家說 以前包括二、二、八、八、恐怖整個 我們的戒嚴 我們現在戒嚴之後 我們在說這個事情的時候 馬英雄說不要只看歷史 要看未來 我們沒有馬英雄 你去幫助 你又關錢 還有6千塊米金條 金蘇玫說走去跟日本抗議 說什麼南京大屠殺 什麼教科書 什麼靖國神社 你在反日的時候請問 你怎麼在看歷史呢 你怎麼不看以後呢 人日本 兩顆元主堂 美國帶來之後 人日本為什麼現在跟美國這麼好 他們對歷史要去看 對未來更要看 所以人家跟美國結合 人家國家進步 今天當然是日本 他們的辯論說走蘇俄的 俄羅斯的路線 今天可能就不是這種情形 你看越南 越南在那外面像美國是 改立的 戰到這樣 他現在對美國走 FTA也簽下去 當時美國是幫助中國的 中國在反面 所以說歷史 是到底往前看 往後看 或是你往前看什麼 面對歷史 在看什麼 不要叫面對歷史就沒有 他批評說他要修憲 他現在說我們憲論 怎麼不對 他要修憲 說一大堆 什麼多數組合 立院同意 什麼國王外交官 好像都讓行政院去管 他管理是說總統的管太大 剛剛蔡議員也說總統的管太大 總統的管太大 總統的管太大 下班有機會要做總統 你改的嘛 你國民黨改的 改的 改的 立法院對行政院長的任命 同意權把它取消 誰改的 也你們國民黨改 每天你國民黨改 改一改 最後選舉選輸 你管理太大 有要收回了 今天 我要說一個事情 我在立法院有一個提案 有關修憲案 修憲案 修憲案 剛好跟馬英九的主張是幾乎一樣 當然他現在類似說 國王外交是雙首長 但是我這個內閣 精神跟這個差不多 為什麼在程序委員會 國民黨 討論都不敢討論 就把黨在程序委員會以外 你去討論就沒有討論 國民黨有修憲案的成立嗎 從這裡看出來沒有 如果有我那個版本 你不一定通通跟我的意見一樣 因為拿出來就是要討論 討論 那就是拿出來討論 為什麼連討論都不給討論 今天一說出來要討論 為什麼現在就要討論 因為他要選去他要選總統 所以我要說這個時候 為什麼反修憲 為什麼現在才覺得這個憲法有問題 所以我在說這個想說 馬英九我現在看 他現在看他以前 其實很多很多矛盾 所以他剛才阿伯在說 矛盾的事情 其實是很簡單 一針見血 還要再說一個最簡單的矛盾 他在說這個時候 公道什麼 他跟公道像洪水問錯 打死就不行 現在他也說要公道 他說什麼二合一一定要主張 剛才馬英九在美西亞說的二合一 他說二合一 他覺得有什麼遺憾 沒有二合一 就問一下 為什麼台北市長 跟台北市議員的選舉 本來跟里長在一起 他為什麼要把里長抽開 最後被大法官認為是違憲 你分開啊 你不是說為了 為了節省社會成本嗎 為什麼你要分開 原來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為了國民黨的利益 你把他分開嘛 結果還是違憲 現在他為什麼要和 為什麼二合一 因為他的官司 他特別要的官司 九月可能八月就宣判一審 快的話二月就宣判二審 他如果一家已經算算了 他便去承擔這個風險 為了他自己官司 所以他就開始 兵這個盤 今天要說這個月 我再說一個憲政的危機上處 一定要注意 今天中選會有什麼 決定說要分開選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我們的中選會有討論 但是他對我沒有選擇 就是說 如果總統人在正月選 這個月選 一個月選 選完之後新的總統出來 不過五個就職 但是萬普音說 一個月選完之後 結論工 我們現在現任總統 如果有什麼情形發生 要補選總統 補選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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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新總統出來 不能集團 一定要補選 補選出來之後 補選的人死也集團 三個月要補選 四個九個五個 還有那個比以前算你的新總統 這種的制度怪怪 所以選舉的時程是不對的 當時沒有人去想這點 後來說這個就說 亂來有這個問題 所以包括哪軍所有的中選委員 一致認為說一定要分整選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是一致認為全票通過 為什麼 馬英雄你現在主廷說要二合一 原來是為了自己 包括什麼排黑條管的取消 所有馬英雄做的都為了他一個 完全為了選舉 這要不要笑死 真正的 我們時間關係 我們要先進一段廣告 那麼其實委員今天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很多的題目 我們在後面都會談 現在都先點到為止 那麼接下來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我們回來就要來看到說 那麼不管這個到底是 誰在自相矛盾 誰做事實是前後言行不一 那麼在廣告回來 接聽大家電話之外 也要來看到說 馬英雄這趟的下鄉常駐的一個行程 為什麼今天他跑回來台北了 而跑回來台北之後 我們立刻聽到這麼樣的聲音說 這趟的一個long stay計畫 不過四天而已 已經被大家批評是在蜻蜓點水了 為什麼也這個部分 要來貼近民意也備受批評呢 我們稍後回來再來看 對 不然 嗯 嗯 嗯